好,今天這一集是跟各位分享 有小老弟就一直在講說這個Devil Case 惡魔的防摔殼 那他這一款這個透明款的這個 或者是他之後的版本12月中登場 然後他說他連這個按鈕還是可以單買按鈕的 這個我就不大知道了 他二代還有實習版的價格在這邊 而且這按鈕是可以獨立更換獨立購買的200塊 然後說這按鈕不錯,防水的 這個是圖片,點給各位看 他這是白色的這個按鈕 這做的還蠻好的 這個按鈕 那之前這個犀牛盾在跟這個Devil Case在打官司 那即使Devil Case已經做出來這個按鈕 那犀牛盾要加油了 犀牛盾你們再不趕快做按鈕出來 人家都已經跟上了 然後我是覺得Devil Case 我們比較沒有測試 因為Devil Case我之前用過他的殼 他的背板是有一圈 不過這一次如果他有按鈕出來的話 我可能會去現場看看 Devil Case跟犀牛盾的差異在於說 他做的這個鏡頭 他現在鏡頭做的越來越多這種造型以外 他的鏡頭是做這種金屬的邊框 那以說 塑膠 然後犀牛盾的那種塑膠跟這種金屬的差異就是 當然他金屬的邊框跟按鍵 看起來質感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是覺得差 兩款犀牛盾跟Devil的差異在這 那今天主要是來講說Devil也有做這個按鈕了 那我們就是等他12月中吧 不過12月中就是真的是比較後面 也許大家殼都買的差不多了 他可能賣的這一款的話 應該是就可以在過年的時候主打 可能大家會換一波的話 他就可以上市 不過至少他有想辦法要去做這個按鈕 我是覺得也是好的 所以這個又多了一款的選擇 如果我們之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開箱 那今天這一集只是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這個Facebook的這個官方 去看一下他的資訊 那所以大概就12月中吧 就跟各位分享這個訊息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對人很有幫助